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演员张岳微博下的评论更是让人瞠目结舌 她的眼睛 嘴唇 牙齿 鼻子 身上每个部分都被网友单独挑出来 变着花样辱骂 因为反派角色演得太好 观众便把剧里的情绪带到了现实当中 在《三十而已》中 反派室友者林友友演的是一个充满心机的绿茶 披着小赛人设 她一次一次设计引诱男主出轨 还一次次向女主发起挑衅 结果观众们入戏太深 骂她的 恨她的 拿拖鞋抽她的人越来越多 就差没赌家门口朝她扔臭鸡蛋了 大家把对一个角色的讨厌理所当然地转嫁到了她的头上 刚开始张月还可以略带自嘲地回应网友 后来网友们的情绪已经完全超出了她可以承受的范围 最近有网友发现 在网店上还上架了陪骂林友友的服务 十块钱人民币一小时 你点哪里 骂哪里 还可以根据你的追剧进度来定制吐槽内容 你觉得有点委屈吗 没有 就是他们留言会让你觉得何德何能 林友友的扮演者张月演得确实出色 张月也因此招到了网报 接受采访的时候忍不住流泪哭泣 时间再往前推 同样因为第三者角色而饱受观众恶评的还有演员吴岳 吴岳在《我的前半生》中饰演林玲 剧中 林玲的种种行为成为了《小三尚未》的顶级楷模教科书 在《我的前半生》中 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的吴岳 饰演的林玲成功演出了黄脸婆的相貌 眉毛粗糙 眼带深 不止有黑眼圈 还有雀斑 他在剧中成功抢到了罗子军的老公陈俊生 以退为进 顺利上位 根据圈内人的评价 吴岳是一个活得简单 修养极好的演员 最后他也招架不住一堆莫名其妙的网友 来对他持续不懈的辱骂 甚至连私生活都被拔个底朝天 无奈之下他关闭了微博 在电视机都停好热播时 苏家三父子就轮番被骂上热搜 根据媒体报道 淘宝和闲语上就有近30家怒骂 苏家三父子的网店 以供网友们发泄对他们的不满 电视都挺好 然后都比较热 然后我就想我看他上加一家这样的宝贝 看有没有人来放回你们 然后结果上加了之后第二天 然后就好多人 60多岁的阿姨 然后他看电视他气得不行了已经 然后他让他儿子找到这个宝贝之后 然后给我语音对话 然后这个阿姨就说苏大侠怎么样怎么样 比如大家都熟悉的李明启 他在演完还猪格格的容嬷嬷后 平日里出门就常招人议论 最惨的一次经历 是他在上街买菜时被小贩扔鸡蛋 后来还抄起十字要哄他走 其实小编小说 一部电视剧的热播 简单的厌恶往往来的容易 而理性的思考则难能可贵 我们的讨论焦点 不应该落在到底该骂谁这个问题上 而是保持追剧人最起码的社交灵异哦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